我们说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的最后一战 广岛 那么这个战争和我们前面说的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偷袭公主港 阿拉曼战役 诺曼底等都不一样 所谓这个战争 有人认为它不是战争 就是广岛事件 因为你作为战争来讲 双方得有直接交火吧 这个没有 作为一方打另一方投入的兵力 也不过就是三架飞机 上面那么十来个人 可是这个广岛之战 由于扔的是原子弹 为什么 它不光现场炸死了那些人 我们知道后来的核辅射 又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 甚至是更多人残疾 这比那个还多 因为我们前不久 日本这个福岛核电站 这个事情大家都清楚 核辅射的可怕程度 不用我说 大家也知道 而且这个扔下了这颗原子弹 等于最终的 直接促使了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当时 要通过扔原子弹的方式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 这是唯一的 使用原子弹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此之前 原子弹没研究出来 到现在这么些年 各国家 有不少国家有核武器了 可谁敢使 没有人敢使 那么这个事情 历史背景是什么 就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接近收尾了 在欧洲战场上 是希特勒的军队 墨索里尼军队 东线西线 亚洲战场上 日本的军队 太平洋战场上 日本的 美国的 都有 那么当时的情况 是 整个的周星国 就是德国 意大利 日本 已经是日泊西山了 最后 英美联军 从西西里岛登陆 把墨索里尼的政权 推翻 四五年 又打到了柏林 最后是希特勒 自杀在自己的 总统服务地下室里边 整个欧洲战场 战争宣布结束 盟军大获全胜 纳粹德国 纳粹意大利 被消灭 可是在亚洲战场上 情况也不同了 虽然这时候 日本已经全面归缩了 可是日本拒不投降 而且日本认为 没有德国意大利 这俩盟友 我依然能称霸世界 所以日本不仅不投降 该干嘛干嘛 这个时候 我们看美国一开始 没有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边卖军火 发战争财 到后来 他实力非常强大了 偷袭珍珠港之后 他进入到战争状态当中 他的综合国力 已经彻底超过欧洲那些国家了 成了世界第一强国了 所以这时候美国觉得 自个儿该出头解决这问题 我是老大 我不解决谁解决 好 我说话你日本敢不听 你都这样敢不听 那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当时美国是唯一拥有原子战的国家 就要用这种武器来收拾你 尽快结束战争 那么说这原子弹扔到哪 开始这美国内部意见不一致 有人说那这又得炸在东京 炸首都吗 可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一个是东京的 之前经过多次轰炸 也都破破烂烂了 再一个你敦促的投降 你要把他什么天皇首相都给炸死了 不是那么回事 这很可能日本陷入一番混乱 你倒不好收拾这乱局 说那上哪呢 说离东京不远 有个京都 日本文化象征 有个中国学者就提出来了 说就华人学者 当时也是一个议员 他提出来 说不好 说那地方我去过 太多文化古迹 炸完了怪可惜 美国人也挺讲这个 也挺懂这个 那好 那炸哪呢 有人提出炸广岛 马上同意了 为什么呢 广岛其实是日本的陆军之都 日本陆军的第二司令部 总部就在广岛 把时间定在1945年的8月6号 早晨8点的时候 美国出动B-29三架 乌拉基起飞 其中一架的飞机上面 就装着这个名字叫做 小男孩的原子弹 当时美国有三枚原子弹 小男孩胖子瘦子 叫瘦子这原子弹 在美国内华达州沙漠实验的时候 已经爆炸了 所以扔到广岛 叫小男孩 扔到长崎叫胖子 这个小男孩原子弹 长大概有三米 直径是有点七米 里边有60公斤的高农缩油 重量达到四吨 到了8月6号 上午9点14分的时候 飞到了广岛的上空 什么危害 咱们给大家具体说 比方说爆炸产生的光波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光波 视网膜马上被烧出来 所以当时广岛有 成千上万的人双目视光 这爆炸产生的能量核心区域温度 爆炸完之后又是不少人死 那么到了这种程度 日本当时还挺着呢 美国一看 一不做二不休 一个洋也赶 两眼也放 接下来8月9号 又把胖子这颗原子弹 扔到了上去 那么我们看原子弹的 确实是非常罪恶 带来这么大的平民伤盲和损失 那么美国人讲了 不扔这原子弹 日本不会尽快投降 那这就 我们也没办法 是不是这样的 有道理这个 但是美国扔下这个两颗原子弹 这种用心绝不仅仅是为了 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咱们要理清这事 咱得把原子弹 在美国诞生的过程说 你别看是杜鲁门下令 扔着原子弹 但是美国原子弹计划 是在罗斯福时候就开始了 当时1938年的时候 罗斯福就得到了警报 说德国正在做这种 高农缩油的实验 核裂变 当时罗斯福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爱因斯坦 在德国待过 到了美国 就跟美国军方人士说了 这个核裂变太可怕了 他能制造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谁拥有了这个 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当时罗斯福就感觉到 未来这个世界 一定会爆发一个世界大战 谁有了这武器 谁就优先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所以他得研制这个 就这么着 在1941年 罗斯福就秘密的下令 要展开一个叫曼哈顿提划 干什么 就是研制原子弹 所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爆发了这个时候 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在自己本土研制原子弹 别的国家正打仗了 他研究 所以在四五年的时候 终于研究成功了 再另外一点 其实你不扔原子弹 日本也扑腾不了多少天了 当然他扑腾这一天 可能造成更大的一种伤害 美国扔这原子弹 除了遏制日本以外 一个更主要的用意是遏制苏联 这也是从罗斯福那时候开始 罗斯福当时 在战争过程当中 需要苏联进行配合 一起打德国 所以眼看着苏联一点点做大 他是不愿意的 两种知识都不真是 瓜分世界各地利益吗 你也甭管是 他是社会主义 你资本主义 都存在利益之争 罗斯福当时就预感到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那么苏联不可能同意 美国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的分配 这一点尤其体现到 拉尔塔会议 像这些会议上 大家暂时一讨论 战后格局 咱怎么划分利益 划分殖民地 苏联和英美之间的 意见分析非常大 那时候英美是绝对盟友 跟苏联是贸合审理 所以当时罗斯福就琢磨 被想法遏制一下苏联 如果苏联崛起 美国当时的老大是困难一点 所以得想法把它摁掉 用什么办法呢 雅尔塔会议上 当时美国就提出来 苏联就出兵中国的东北 打满中国 就中国当时东三省 为什么 东三省是囤积了大量日本军队 它的目的是什么 苏联一对日宣战 双方打起来了 打起来日本大量的兵力 在这就被牵制住了 美国在进攻日本本土 拿下来就想拆一瓶 所以当时是美国打着这个算盘 要利用苏联 苏联也不吃素 不干的 是这样 我们出兵行 可是日本的北海道 什么千叶群岛 枯叶岛 中国大连旅策 那都得规伍 所以你说 什么叫共产主义老大哥 对咱帮助 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 那苏联也基于我们领土已久了 也想捞咱们便宜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中国当时 人为盗族 我为鱼肉 被人当成砝码 能来能去 所以这个条件 是他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 说什么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 没他 东三省一样解放 老毛来的时候 把我们大量的好东西都给撑车拉走 那个危害也不小 所以咱们历史有的时候 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确定了 就这方绝对好的 那方绝对坏的 战争里头 真正利益 没什么好人 基本上 所以这个时候 罗斯福暂时跟苏联达成这协议 可是接下来 日本整个各个方面受到重创 美国一看 不用你苏联出兵 我拿日本也小菜一瓶而已 所以美国不干了 那些利益分配我不能给你 那么这个时候苏联 为什么最后你看 都到八月份了 对日本宣战 抢夺胜利果实 苏联也着急 也杀上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一看 谁先把日本弄出来 谁就能够在亚太地区 拥有更广阔的殖民前景 所以美国在这时候一琢磨 得 我不能由你苏联把这果实抢去 我得先下手 我先下手摁住日本 就等于间接摁住了苏联 在战后利益格局上分配上 我就占据绝对的主导权 所以美国急吼吼的 这时候把原子弹扔出来 是为了结束战争 打击日本 但是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目的 通过这个方式遏制苏联 说美国人挺缺德 其实在这个利益层面上 美国缺德 苏联一样缺德 所以你看 我们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争格局的梳理 你会发现 虽然在这个正一个邪恶上 法西斯啊 什么这边对抗啊 英美联军啊 形成同盟国和周星国 但是真在赤裸裸的利益分配上 你会发现 所谓的盟友也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有时候想干的事 跟敌人也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说 这个战争本身 你很难讲的正义还是邪恶的 即使我们赋予它是正义的战争 那也不如没有战争好 所以我们连续给大家讲了 五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当中战争 其实最终告诉大家就是一句话 世界上最好的战争就是和平 任何一种状态下 都不如没有战争好 所以说当前世界两大主题 一个和平 一个发展 如果有人篡断你 这事得打 除非是对手先打 把你逼到你死我活 所以任何一方主动的挑起战争 说白了 都不具备一定的正义性